打人事件令人发直 让无数人为之愤怒 另一位报警的女生曾自述 她和朋友就坐在被打女生旁边的位置 事情发生后她被吓蒙了 自己一直在哭 最后偷偷报了警 自己想去帮忙 但是有心无力 报警是自己唯一能做的 15分钟后 看到警车来 他们才放心离开 但听说打人者已经跑了 而另一位报警者称自己被吓到 想帮忙却不知道怎么处理 拍摄视频取证后 跑到了500米外才敢报警 等到救护车来将伤者送走 才放心下来 当时警方已经展开了调查工作 6月11日 有名事案人员全部被创 唐山打人事件行为之恶劣 让人隔着屏幕都感觉头皮发麻 主流媒体 网友 明星都纷纷发声 金星老师更是连着三次发声 当他发现记者在说明事件过程中 用交谈 对抗几名女子的字眼时 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自己觉得不妥之处 6月12日 他再次发声 全程媒体事件却字字诛心 不只是他 徐克 成龙等人也纷纷发声 而徐克的发言也得到了无数人的赞同 希望在这样的法治社会 这样的事情不能够再发生 央视的点评更是一针见鞋 唐山事件仿佛一个导火索 三天 12起实名举报 愈演愈烈 每一个都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唐山也第一时间采取了整治行动 真正让这个城市变好的 从来不是掩埋事实 而是好好解决这件事 铲除毒瘤 还社会一个风清气郎 才能还民众一个安全感 那么 你 感谢观看